24件出口到北美最多的五金工具 最后一件想不到是它 第二十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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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名 字幕提供 第十七名 第十六名 第十五名 第十四名 这就是热熔机新发明 把它插在锂电工具的电池上 打开开关就可以使用 带有电量显示 户外维修不好扯电线的就可以用它 它升温速度快 可以安装202532的母头放包里携带方便 第十三名 大小不一致的水管这样子对接一定要用专用的接头 要不然是无法接上去的 要不然是无法接上去的 这是一款大小软管对接转换头 长时间使用不累手 刀口SK5和金刚打造 不卷刃不崩口 用完卡扣一锁 好收纳鞋带 而且好用不贵 第十一名 老听门好 这种钳子想要剪断这么大的扳手 那是不可能的 都是被提前剪签过的 你们看 但是像我们这种三二型号的挂锁 我们的门锁 还有刚性的三二型号 如果说我们的钥匙丢了怎么办呢 钥匙现在丢了 没有了 剪开它 我们来试一下 非常的轻松 再试一下 毫无压力 还有这种8号的钢丝绳 我们来剥开看一下 真正的钢丝 八股出的一个钢丝绳 也是非常的轻松 还有八号铁丝 剪这种东西 比如削铁如泥 这种是六个粗的一个霸王钻头 我们来剪开它 试一下 能不能剪得掉 非常的轻松 特别锋利的一块 各凡钢材 这个钢丝钳 第十名 别用电锤了 用这个歪头偏心钻头 普通手电钻 就可以打这个混泥土墙 六毫米常用来安装开关毛巾架 八毫米常用来安装卫浴洗手盆 十毫米常用来安装电视柜 油烟机 十二毫米常用来安装大容量热水器 关键是打出来的孔 圆润无破裂 全磁 金属铁 陶瓷 玻璃都轻松拿捏 有效的提高工作质量 可以满意之士 第九名 经常不在家的可以使用这把挂锁 整体是包胶的 带有四把特殊钥匙 小偷想打开都难 户外用它锁车锁大门 防雨防晒又防盗 以后锁车锁门锁柜子 可以使用这种非常结实的防水大挂锁 整体包胶在户外使用防雨防水不上锈 而且锁体不是铸铁是金刚打造的 你想敲都敲不开 非常结实 第八名 第七名 家里有角磨机的朋友 可以给角磨机加装这个角磨机之下 安装上之下就变成一台小型切割机 不管是埋切割金属钢 还是木材都是非常安全 用它来切割18里的钢筋都是可以轻松的 第六名 想要在玻璃上开圆孔 就用这种玻璃圆规刀 刀头可以360度旋转 吸盘的设计非常牢固 可以牢牢的吸住 带有标尺 想切多大自己选择 切割时旋转就可以 这样使用就很方便 第五名 这就是可以自动匹配大小的多功能管前扳手 自锁的设计 三面带齿 可以自动匹配螺丝的大小 咬合牢固不会打花 而且拧螺丝不用捣手 可以连续操作 不管是圆管还是螺丝螺杆 统统可以搞定 第四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名 发明他的人真是一个大聪明 打开是套筒 再打开是各种型号披头 想用哪个就拿哪个 而且手柄还是基伦的设计 拧螺丝不用着手 正反基伦一键条 小空间脖子还可以动 第二名 万般的努力 只为出人头地 低头弯腰 只为爬到更高 终有一日 会刀灵绝顶 一篮 众三小 D级的欲望 创造 即可获得 超级的欲望 克制 才可以达到 一本男儿 先自豪 格局世俗 力超 第一名 不用了 盖上盖子就可以洗灭 这就是家家户户 都可以用到的 应急防灾蜡烛 铁盒装的 点燃之后 可以持续照亮三十个小时 可以防止蜡油流出 避免发生火灾 家里停电照明 备上一些非常有必要 好 好